赵云北伐时,秦杀韩德父子五人,如果预料张合,结果会怎么样? 三国时,长盛将军赵云总是杀得敌军胆战心惊,在千军万马之中如入无人之境。 就算到了后期,年过七旬上任先锋,在凤鸣山一战中,更是力战韩德父子五人,大战名将风范。 然而三国中后期,大多数名将都已经凋零,未属三国猛将也就仍有几人尚在。 如魏国的名将张合也是有勇有谋,被蜀军所忌惮。 如果赵云在凤鸣山遇到的不是韩德等无能之辈,而是遇到曹魏大将张合,结果会怎么样呢? 公元223年,蜀主刘备去世,病逝于白帝城。 刘备脱孤于诸葛亮,将心赴汉室的重任,交给了诸葛亮。 诸葛亮为了报答刘备的知语之恩,安居平五路,结盟东吴,七秦梦获,安定属汉后方后。 终于曾出手来北伐中原,在诸葛亮点将的时候,老将赵云请命先锋,无奈诸葛亮说赵云年纪高大,稍有疏忽。 怕有此一世英明,动摇蜀军锐气。但赵云执意要去,诸葛亮只好,命邓之辅助赵云出击谷,以为宜兵。 诸葛亮诸葛亮自率大军出西山,攻打陨西诸郡。 此时的赵云已经是白发苍苍,年过七旬的老将,不过老将军忠肝义胆,尚有连颇之勇。 马园之雄,率领大军浩浩荡荡杂奔魏国。 魏国曹瑞听闻诸葛亮领军寇敬,大惊失色,于是临时典将,命赴马下红帽带兵御敌。 其两猛将韩德请命为先锋,带领四子迎战蜀军。 两军在凤宁山相遇。 韩德大笑诸葛亮欺负为国无人,竟然派一个老将为先锋。 于是命长子韩英出战赵云,势必击败赵云,扫灭蜀军威风。 赵云与韩英战步三合,一枪刺韩英于马下。 四子韩瑶见兄长被杀,于是扔刀来战,不想赵云抖擞精神,韩瑶不敌。 然后韩德的其余两个儿子也出马来战,打算三人一起生情赵云,结果被赵云杀败。 此战,战三擒一,吓得韩德赶紧退入阵中。 蜀军趁机掩杀,魏军大败而回。 而韩德也在下一次战斗中,被赵云一枪挑于马下,命丧阵前。 赵云年过七旬,尚有如此战力确实难得,驸马下侯帽被杀败后,魏主启用司马懿,不久后张和也率军赶来与蜀军厮杀。 在阶庭之战中,张和杀败至上潭兵的马素,与司马懿大败蜀军,所汉第一次被罚以失败告终。 赵云在第一次被罚中虽然表现英勇,却没有和昔日的老对手张和交锋。 事项这必定是赵云的一大遗憾。 因为张和在三国后期,永不可当,杀败魏严,观星等人,诸葛亮称此人不除,必为数中大患。 赵云在凤鸣山之战中遇到的是张和,结果会怎样呢? 能否大败张和,甚至震战张和呢? 即使看当时年纪,赵云已是英雄目颜,令战张和已经没有,昔日那样碾压的实力了。 在三国早期,赵云简直是无敌的存在,而且是多次击败张和。 在阳山之战中,张和追杀刘备,与赵云大战三十回合后,被赵云杀退。 在汉中之战时,更是被赵云杀得胆战心惊,不敢交锋。 可见两人武艺还是很有很大差距的,至少差一个等级。 但那只是在早期,张和此时虽然也是老将,年过六旬,但也比老将赵云要小。 所以在通常情况来看,赵云的武艺衰减程度,要比张和要大。 而且在原著中已经给出了答案,就是与两人都交手过的姜伟。 姜伟早期为魏国将领,虽然年纪轻轻但已经是保读兵书,有勇有蒙。 在诸葛亮第一次被罚时,赵云奉命在魏军支援前线的时候,趁机偷袭城池。 不想姜伟一眼看破诸葛亮的吊狐离山之计,来了个将计就计,在赵云躲过魏军,攻打城池时,姜伟扶兵进出,与赵云大战一起。 姜伟与赵云大战,战不属和,两人不分胜负,赵云大惊,不想此处竟有如此人物。 于是率军而退。 在诸葛亮后期多次被罚时,张和却自是勇猛,多次大战属军,而且是无敌般的存在,连魏严,观星都不是对手,甚至诸葛亮都不让姜伟出战张和。 所以综上可知,韩德等人虽然被赵云三两个回合击败,但也不能说明赵云还有昔日战力。 而且在赵云迎战韩德时,魏严就表示出了担忧,怕老将军年纪太大,不是敌手。 而且在对比江卫来看,张和确实英勇非常,武力衰减不大,不是一般将军可比。 所以赵云年纪高大,凭借于张和的多次交战经验,也可击败张和,但那也是大战四五十回合之后的事情了。 总之,赵云击败张和可以,振战张和就难了。 每日更新,欢迎讨论。